欢迎收听民调局一文录 第一百集 等米荣亨点上香之后 杨潇并没有接过来 他也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将一滴鲜血 滴在那株香的火头之上 刚才血流的太多了 现在挤半天才挤出来这么一点 一声清响 香头被鲜血滴灭 没想到的是香虽然灭了 但是香头却冒出了一线青烟 这一股青烟就像有意识一样 飘飘幽幽地向暗室里面飘去 这一幕我看着眼熟 好像是萧河上在大清河的地洞里 用过类似的方法 只是杨潇的似乎更像模像样一点 过了大概一带烟的功夫 也没见暗室里有什么异常 进去吧 里面应该没什么事了 陈拉 你和孙大圣先进去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俩先进去 要进也是 咱家一起进吧 不是我说 这人多力量大嘛 对不对 里面就是一条小道 进去那么多人 都挤在一起 出了事啊 都出不来 那为什么是我和辣子呀 这就不能是 熊王爷和大官人啊 要不就是亨杀和熊王爷 因为你俩有枪 杨潇说的理由 让胖子很纠结 孙胖子满脸郁结的琢磨了一下 最后把他的那只手枪 向我递了我 拉大 你 你双枪没有问题吧 你什么意思 拉大 不是我说 上次从水帘洞里出来 我就天天晚上我做个梦 我都留阴影了 再让我走一次 我直接崩溃了 我就 要是不了解孙胖子 我可能就着了他的道 不过已经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了 他随便晃一晃 我就知道他拉的是什么屎 别来那一趟 上刀山下油锅 咱俩一块去 我推着孙胖子 向暗室那边走过去 孙胖子虽然是120个不情愿 还是半推半就的 向暗室走过去了 走到暗室门口的时候 里面黑洞洞的 孙胖子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不敢贸然进去 他看不见 我可瞧得一清二楚 里面空空荡荡 没有什么埋伏 孙胖子想拦我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一脚跨了进去 转动枪口 私下观察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不对路的 进来吧 里面安全 孙胖子先是探进来半个头 拿着手电 把暗室的各个角落都照了个遍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他进来后 还是四处照了一头 突然压低了声音 拉大 你的天眼又开了 我愣了一下 以时没有想到用什么话来回答 放心 就我看出来了 不是我说 外边的那些人更关心杨潇 对了 杨潇可能也看出来了 说实话 要不是吴仁迪再三叮嘱 我就没想过 连孙胖子也要瞒 现在还是被他看出来 一时之间我有点尴尬 大圣 我也不瞒你了 刚才跟吴仁迪走身后路的时候 他给我重开了天眼 他千顶万主的 不让我的天眼暴露出来 没事 当时我早在猜着了 不过话说回来 拉拉 那吴仁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真被打回原型了 还是他故意装算啊 不是我说 他这个算计对头 可不是一字两字了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你还是自己问他去吧 他要是心情好 准能告诉你 算了 他就是真的被打回原型了 我也惹不起的呀 我再问你 那个邵依依 到底和他什么关系啊 这个总说吧 我犹豫了一下 依着孙胖子的机灵劲 吴仁迪和邵依依的关系 他早晚也会知道 现在早一点知道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我刚想开口 就听见吴仁迪在外边大声喊 你们俩别废话 快点往前走 我跟孙胖子同时一机灵 就听他呵斥人这口气 被打回原型也弱不到哪去 孙胖子往前走了几步 回头向我做了个鬼脸 他呀 八成就撞了 这次不知道谁又要倒霉了 我跟孙胖子继续向前走着 一直到了暗室的后面 我们能感到门后面 危机重重 但是不敢确定 有多少干事埋伏在哪 孙胖子好像从我的脸上 看出了点什么 他拽了我一把 哎 进来吧 李白 拳子还没有说出口 暗室的后门就被撞了 三四十个干事 争先恐后地从外面冲了进 对着我和孙胖子就扑过来 还好那道门实在是窄了点 众干事出来的时候卡了一下 就这么小半秒钟的时间 我和孙胖子已经退了半年 手中的枪子响了起 一缩子子弹打出去之后 撂倒了十几具干事 民调局特制的子弹 对付干事的威力还真是惊人 只要打中了要害 当场就彻底死亡 有一具干事被孙胖子的子弹击中之后 没有打在要害中 就见这具干事肚子上的伤口 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外面扩大着 转眼之间 一个小枪呀 就变成了一个海碗大小的伤口 再看那具干事 在地上哀嚎了几声 和水帘洞里面的干事一样 这些干事也有他们自己的心智 看见前面同胞倒了一大片 后面的干事不再向我们撑过来 而是齐刷刷的向后面逃去 我换好弹夹的时候 后门的通道里已经空空如意 除了倒地的干事之外 再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时候 熊万一和西门链他们也冲过来了 看见我和孙胖子没有事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从义气上面来看 他俩要强过孙胖子 不止一星半点 孙胖子 你刚才不是说安全吗 这就是安全吗 熊万一检查了所有的干事 都彻底死绝了 然后才问孙胖子 孙胖子惊魂出定 稳定了一下心神之后才回嘴 抓眼 不是我说 我说安全了吗 啊 我说的是安不安全 说着 孙胖子抵了眼前一句干尸的脑袋 嘿不 他们出来回答了 无人敌和杨潇他们这个时候也进来 杨潇看了一眼面前的情况 他们能老实一会儿了 不会再轻易露头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辣子 孙胖子 你们两个继续开路去 可能是刚才手枪的威力 大得出乎孙胖子的想象 有枪在手 孙胖子这胆子也大了起来 他竟然敢率先进了后门的通道 正在我惊讶 他这胆子怎么突然间变大的时候 孙胖子回头对着我大喊 辣辣 你还发什么愣啊 往前走了 不是我说 你走去前面 你走去前面 刚才的想法我收回 孙胖子就是他妈孙胖子 一点都没变 这条路几乎就是水帘洞里 暗示后面那条永路的翻版 只是那条路通向地下河边 这条路它不会通向下水道吧 顺着永路一直向下走去 也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况 孙胖子在我的身后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这嘴里一直就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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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辣辣 你说要是从那出去了 能是什么地方啊 不可能还是地下河吧 他要是真是地下河的话 哎呦我就把考虑 我是不是在做梦了 嗯 你啊是在做梦 出了这儿就是你大喜的日子 马依依啊 她在床上等着你呢 恭喜恭喜啊 别闹了你 不是我说啊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 孙胖子这脸皮难得地红了一下 我笑了一下 刚想再调侃他几句 突然之间 脑子里猛地想起一件事来 哎 我刚才在上面 没看见马依依 他不会 他不再上他了 你和无人敌在身后路 还没出来的时候 熊安叶和大官人就和我说了 你的那两个同学 徐淼淼和白安琪 也不在上面 下上邵依依和那个叫 赵敏敏的老师 你们班里啊 一大半的人都能在下边相聚了 赵敏敏 刚才乱糟糟的 我一直没有想起来这位赵老师 被孙胖子这么一提醒 我才想起来 陶向空是他的男朋友 这里边的事 他会一点都不知道吗 刚才又吐了杨潇满头满脸的巫祖毒血 是被陶向空控制的 还是他本身就是和陶向空一路的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心里突然紧了一下 感觉到有人正在远处注视着我 迎着目光的源头看去 在涌路的最尽头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正披头散发地看向我 我吓了一跳 再看这个白衣女子 正是教了我几天数学的赵敏敏老师 赵老师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他跪在地上 向我的位置拜了几拜 我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阵血雨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就倒在了地上 孙胖子的反应不慢 在我倒地的瞬间把我给扶了起来 辣辣 你怎么了 我这个时候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不过意识还是非常清楚 但就是控制不住声带和身体 孙胖子有点慌了 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伸手指了指白衣赵敏敏的位置 孙胖子马上就明白过来 二话不说 对着我指的方向抬手就是一梭子 辣辣 你看见什么了吗 打中了吗 孙胖子换上了最后一梭子子弹 我的脑子里十分清醒 可就是像一滩稀泥一样 要不是被孙胖子扶着 早就一头栽到地上 我还说不出话来 只能指着孙胖子开枪的地方 轻微地摇摇头 孙胖子握着手枪 只剩最后一个弹架了 他再不敢轻易开枪 孙胖子这脸上已经开始溅汗了 辣子你给句话 你到底打没打中啊 看见我还是没有反应 原本抬着的那只手也搭了下去了 孙胖子见识不对 扯开嗓子大喊 吴主任杨潇 你们快过来 拉得好像不行了 后面扮着几束手电光的光亮 吴仁迪和杨潇他们已经全都进来了 杨潇看见我的样子之后 并没有露出什么太吃惊的表情 他扒开我的眼皮 你看看又耗了耗脉 回头又看着孙胖子 刚才怎么了 杨潇一副了然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 他能否有法子 解除我的症状 第101集 我已经感到自己浑身开始僵硬了 就连活动眼珠都开始飞逝起来 孙胖子看了我一眼 刚才前面好像有个人影飘过去了 我打了他几枪 不过好像没打着 再回头的时候 拉得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我说 拉得这怎么了 神拉的魂魄 被人绑住了 复魂术 是复魂术吗 就是鬼道教的生理术之一 杨潇答应了一声 不过他没有继续 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 杨潇好像有点避讳 这个鬼道教的法术 孙胖子不管什么复魂术 还是复魂术的 都是你们鬼道教的事 你是开山祖师爷 这应该拿不倒你吧 大圣 芈蓉恒在后边拽了拽 孙胖子的衣襟 复魂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中了复魂术的人 想醒过来不能依靠外力 要使用外力 强行扯开 辣子身上的复魂术 就会伤到辣子的魂魄 想要醒过来 就靠自己的精神力了 那怎么办啊 就这么干号着 辣子什么时候醒过来 什么时候算完啊 孙胖子对芈蓉恒这个解释 不是很满意 杨潇眯着眼睛看着我 心里在盘算 怎么让我恢复过来 这个时候 无人敌靠了过来 杨潇 帮我刚才还你的东西 再救我用用 什么东西 哦 你说这个 杨潇愣了一下之后 马上就听明白了 无人敌要的是什么东西 杨潇说着 从衣服口袋里 将那半瓶湿油又拿了出来 不是 他想干嘛 我这眼睛瞪得都快突出眼眶了 以我对无人敌的了解 我开始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 无人敌把装着石油的小瓷瓶 递给了孙胖子 胖子 你把这半瓶药 给沈拉灌下去 孙胖子接过来 他看出来这小瓶里 黏黏糊糊 散发着恶臭的液体 来路不正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没敢动手 吴主任 这 我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是我说这 这告普吗 这个 你是不相信我 还是不相信这药 无人敌抬起上眼皮 看了孙胖子一眼 孙胖子善笑了一下 他也经不住 吴主任无形之中给的压力 哪有不相信哪 不是我说 这样的好东西 你要是还有 你看我也弄几瓶啊 别废话 快点给沈拉灌进去 孙胖子答应了一声 在我面前打开了小瓷瓶 还没等送过来呢 他自己先受不了 这股臭味了 这药味 真的奶的独特 老大 来吧 苦苦良药 你先喝下去就好了 他说着 已经开始把小瓷瓶 向我嘴边送过来 这他妈是良药苦口吗 这分明是灵药臭口 我看着石油已经送到我嘴边 眨眼之间就要碰到嘴唇了 要我把石油灌进肚子里 我宁可去死去 突然间我不由自主地大喝了一声 把这个臭东西拿开 我 我能说话了 这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又试试活动一下四肢 我竟然从地上站起来了 刚才眩晕无力的感觉荡然无存 好了 好了 我恢复到看见赵敏敏败我之前的状态了 拉拉 你好了 我这药还真管用 来来来 把里边药喝了 你光是闻闻就能跳起来了 你喝了药就能把冰根去了 你千万别留什么厚意 来来来 把药喝了呀 别过来 孙胖子 你别拿这个东西泡我 那不是药 那是 话说了一半我才想起来不对呀 偷着扫了一眼 无人敌正冷冰冰的盯着我呢 不是药这是什么呀 你先把瓶盖扭上 我的意思是 那药是外敷的 不能往嘴里送 杨潇看见我恢复了意识 过来从孙胖子的手里拿走小瓷瓶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刚才在嘴里面 看见有人向我磕头 我脑袋里一迷糊 就成了这样 磕头的是谁 之前吐你一身的赵敏敏 姓赵 杨潇低着头 眼睛眯封了起来 过了片刻 他回头看着我 他是怎么办你的 大子 你学一遍 别漏了细节 怎么办我的 就这样 我向没人的方向跪了下去 照着刚才赵敏敏的姿势跪倒在地 左右手交叠平端于眼前 我按着刚才的记忆坐立 杨潇看见之后 眼角的肌肉微微地颤了几下 孙胖子也凑了过来 这又是你们鬼道教的什么招式 杨潇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想明白 也不看 不过嘴里还是给了答案 不是鬼道教的 不是鬼道教的 那刚才亨哨不是说 辣得中了什么 什么复 复魂术吗 这个复魂术 不是你们鬼道教的术法吗 复魂术 是鬼道教的生理术之一 不过刚才那个赵敏敏拜人的术法 不是鬼道教的东西 起码 我离开鬼道教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术法 老阳 鬼道教的事以后再说 我们现在还走不走了 继续向前走吧 陈朗 孙大胜 你们两个也不用开路了 这次我在前面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本事 看着杨潇的脸色 还是惨白惨白的 精神也有点萎靡 孙胖子有些担心 老阳 你还行吗 不是我说你 你刚才流了那么多血还行吗 要不你来 我会跟在你后面 那还是算了 你已经定好的事 别改了 看着杨潇走在前头 我故意慢走几步 向无人敌靠近 老阳能撑得住吗 你不是说过他跟这儿相冲相克吗 很难得的无人敌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杨潇离开鬼道教的时候发过重视 他以后都不能再踏进鬼道教一步 不是说鬼道教是他创建的吗 自己的家还不能回去啊 这个 你自己去问他呀 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 刚才那个赵敏敏 好像看出我的天眼已经重新开了 无人敌停下了脚步 和前面的人拉开了一点距离 他未必是看穿了你重开了天眼 只是想束缚你的魂魄 给我们制造一点麻烦 吴主任 你能肯定吗 你不信我的话 就是你的话才信不过 那当然这样的话 我只能在心里喊出来了 过过瘾就算了 哎呀 怎么会 吴主任你的话我怎么不信呢 吴仁迪看了我一眼 不再说话 静自向前走去 看见吴仁迪走了 孙胖子才凑过来 哎 老子 你和吴仁迪说什么了 他想叫你去六十 再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你早就想往去六十工作了 你还是他的粉丝 做梦都想跟吴主任一块工作 我话说完的时候 孙胖子的脸色已经变了 你大爷的神辣 你太小就六十了 你咱是粉丝呢 你们全都在粉 你 你 你是开不笑的吧 啊 不但你这样的 辣子 你是开不笑的吧你 你一定是在开不笑的 看见孙胖子惊慌失措的样子 极大的满足了我的恶趣 刚才被吴仁迪弄了压抑的心情 一扫而空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种感觉 最近我说话的方式 开始走吴仁迪的风格了 我这是堕落了 调笑了一会儿孙胖子 我才发觉人已经向前走得差不多了 眼前就剩下孙胖子 我们俩孤零零地站着 一时之间我就觉得这后背直发凉 说不得 我跟孙胖子一路小跑 就跑到前面的队伍里 再向前走 这一路是无惊无险 杨潇走在最前面 他的脸色好了一点 只是眉头还紧锁着 好像还有什么没有想明白 向前面走了四五百米 终于看见这条永路的终点 在距离出口 还有一百多米的地方 逐渐响起有水流的声音 不会和水帘洞里边一模一样吧 我这心里开始没底了 再看吴仁迪 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邵依依的身上 仿佛没看出来这里的古怪 是不是到了地下水的附近了 当初这房子是怎么盖的呀 有座这么大的地宫没看见不说 还盖在地下水源的顶上 这地基早他们泡烂了吧 不是地下水 杨潇也在竖着耳朵听水流的声音 他听了一会儿 摇了摇头 是下水道 上面的位置应该是女校下水管道的位置 经杨潇这么一说 再听起来倒是真想下水道流水的声音 孙胖子也顾不上下水道 老娘 出了前面的出口外面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这里又不是我修的 想知道外面的情况 容易呀 胖子 你出去看一眼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凭什么又是我去呀 这不轮不是也轮到你们三个了吗 孙胖子手指着熊万一 西门脸和米蓉亨画了个圈 熊万一嬉皮笑脸的还要说话 却被杨潇拦住 你们都不用出去 后面的事情我来办 我呀 你别影称了 现在你能站着就不错了 不能让你出血又出力 那个熊万一 你上 都别斗嘴了 杨潇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纸 他将羊皮纸在地上展开 又取出四块 不知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压住了羊皮纸的四角 这个时候我才看清 羊皮纸上面画着一道符文 和在民调局里 我看惯的符咒不一样 杨潇这张符咒 在咒文的外围四周 各画着一个死人 分别是一男 一女 一老 一幼 杨潇最后又掏出来一摞小纸 他将小纸按顺序摆在羊皮纸的各个位置 将一切都摆好之后 回头看向我们几个 你们把自己的生身八字抱一遍 吴主任和少依依不用 虽然不知道他干嘛 但我们还是将自己的出生年月抱了一次 字幕后翻译 谢谢大家